欢迎回到游走英国的Youtube channel 上两条讲Kingston upon Thames 以及入球场看英超韦斯咸队搬离的片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看呢? 今次这条片都是讲回乘飞机 当香港机场变到一天只剩十班或十多班客机起飞 要找机票由香港出发去英国真的不容易 在这个时候升航还在做每天两班机票由香港到新加坡 就算被香港政府熔断了 他们都挤机飞去香港 真是做了部分香港人的救生艇 未开始看这条片之前 想问一下你们订阅了这个频道没有? 刚刚已经有一万个订阅了 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 就立刻按个订阅键 再按旁边的小铃铛 那就不会错过的新片了 上次我就介绍过在芬兰转机的情况 今次就带大家去新加坡章儿机场看看 章儿机场分开四个terminal 看回航班资料 由香港到新加坡的升航会拍T1 由新加坡去伦敦的机器就拍T3 所以如无意外去到章儿之后 都要由T1去T3 首先我们先走T1 视乎你有多少个小时转机 你可能都想在这段时间吃东西 T1没有T3那么大 不过都可以找到一些东西 你可以找到Paul这间cafe 又或者Burger King 附近还有这几间餐厅或者档口仔买食 这个时间是晚上7-8点 看到有不少餐厅都没有开 这里有一间Plaza Premium Lounge 即是和香港机场那间同一集团 试过有朋友留言告诉我 我知道它有超过10个小时转机时间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可以想想要不需要帮助这些Lounge 由于去英国班机械是T3 我建议你还是去那边才慢慢找东西 由T1去T3有两个方法 一就是坐无人駕駛过去 每几分钟又有一班车 如果你有很多时间又想散步的话 可以选择慢慢走过去 看回这个Map 由刚才那间Paul 走到去T3无人駕駛的站 大约10分钟左右 由于一会儿要坐13个钟机去伦敦 可能你也需要多些运动 好 我们就由这个位出发 逛逛逛逛逛的餐厅铺 看看有些什么 看到张宜机场已经多了很多游客 看回香港出发的朋友 各个香港机场拍出来 都是冷冷清清的 真的有很大的对比 不过可能人流还未全然恢复 看到不少店铺都已经关门 打算用Shopping 来消磨时间的朋友 可能会比较失望 我觉得还是银食好一点 幸好这边T3有很多选择 例如这边有两家Cafe 有时间又想找地方坐得舒服 走到后面这个位置真是一流 坐下看电视也可以 坐近窗边看飞机也可以 继续走就会看到这间The Kitchen 应该是贵的 走前一点又有其他椅子 这款梳化我觉得应该是最好坐 直前有点像Lounge里面那些款式 而且一个位置人流又不多 想静静的坐下休息就对 还有电键和USB头 方便利用Laptop加上电话充电 这个滑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回呢 跟香港机场比 将而机场的椅子真的舒服很多 如果验刚才的梳化用Laptop不舒服 这张云石桌又不知道是否合适呢 在里面看完 休息区就看完了 走出路中心又有很大的LV 不过旁边的Duty 3就开了 老公就要小心 听一些销售说 之前有很多化妆品入货 但是预备Covid没了游客 到现在就快过期 所以要减卡清货 有时间就可以去收拾准备 来到这边又有另外一堆餐厅 这家Guardians 即是香港的曼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任何方法通知 成功 参加咲颜糖 水分 可以買東西吃、買書或者一些旅行用品 或者可以買定零食之旅上機吃也可以 不過剛才不是見到有水賣嗎? 有一樣東西想提一提你 跟香港機場不同 這裏的Security Checkpoint是在波丁機外面 而不是在你入禁區那裏 所以如果你買了飲品 因為是液體的關係 在波丁機那裏就會被沒收 再繼續一路走就去到這裏了 再向前走就是其他波丁機 那我現在就走回頭 沿途還有很多店舖 去到這裏上樓上 還有一個Food Court 去到這裏上樓上 還有一個Food Court 那個我 смотреть 毛鮮的流件 就是不就是愛響 喇釋 最後 stro voor 這部自助售出售機 有兴趣的可以试一下 去到这里 这个章仪机场游就差不多完 希望给你即将来新加坡转机的你有个心理准备 大约了解一下这个机场的状况 如果有问题可以在下面留言 还有记住like和share这条片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